留下来的,放眼世界 把握环球机遇,接通各地港桥 堅尼地政经,冯志正 好,欢迎回到堅尼地政经 今天堅尼地政经又是去到星期日的教育议题 其实我们的教育议题已经开始不亲子了 开始变得很社会性 尤其是找周sir有空来帮忙 接着又找杨sir来帮忙 杨永宇博士那一集来说 DSE会不会被外国承认 这次是周sir 又是真的敲醒了我们香港的家长和教师的警号 因为我们今天这么说的议题 对我来说,我也觉得是比较有趣的 其实是有两宗新闻在一个星期之内发生 导致我们今天要开这一集 包括就是根德园幼稚园三年之后停办 收生的人数大减 员工退休难以经营 这是第一宗新闻 其实第二宗新闻就是玫瑰江 就是玫瑰江学校的中学部 也结束了这个工作 就决定不做 但是如果玫瑰江和根德园都不做 其实对于我来说,第一个大问题 现在发生的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我原本是以为一些学校在收生情况下降的时候 太弱流强 Band 3 学校先死 接着然后就全民将Band 1、Band 2 重新斩过 但是没有想过,由玫瑰江中学一间津贴学校 收生人数三至四班 根本要自杀 根德园就说三年后停办 很难经营 听回数字 现在K1学生是以前收五百名 现在收生很困难 三百名 三百名的K1学生 多过香港很多间幼稚园 九龙城区的幼稚园 是说百多个学生 这间学校是不用死都要选择自杀 作为教育界资深工作者周sir 有什么方法是令到校长不做的? 等一下再说清楚 现在不是校长不做 因为你看到有些声明 校长是不想不做的 他们被不做的 其中有一个故事 但是我想我第一件事 我先霸却你翻面 我是很亲指向的 我绝对不是说社会危机的人 我很怕这些 为什么是亲指向 因为今天我们在讲 尤其是根德元的故事 令我觉得相当震撼 事实上在和冯和我讨论之前 我想我们和很多不同的行家 在谈论这几年 交易走向 我就形容一个字叫land slide 或者是雪崩 我经常在想 究竟雪崩的方向在哪里 我想我和你之前也有谈过 我们估计的方向应该会不会是 就是那些 band 好像你说的 那些 band 顶低 有六个下 类似这些东西 就是一路一路走上去 于是下面那些 就是所谓后进一点的学校 就受压了 然后最后就做不住了 有一个很常规的说法 大家预计是这样的 但是其实我们这些 毛毛巍巍的人 都想过很多不同的可能性 其中有一个就是今天 这个沙盘推演 其中竟然是这个推演 这个推演的特别地方 就是在塔尖顶的学校 他选择自己不做 当然这件事就很有趣的 我对我的观察来说 今天我想我们分开两个大的方向去说 先说我自己 为什么会有资格说一下幼稚园 我没有孩子 但是 我有教过幼师培训 以前我在某大学做过幼师培训 我大约知道一些幼稚园老师的一些心态 或者是起码办学者他们大约他们的方向 或者经营原则先 这个是我们的起步点 第二 我八八挂架 我很喜欢 这些社会服务的东西 就帮小朋友家长去搞一些面试 不收钱的 说得明 因为很多人有些银食的 我就不想用这些银食 但是我很喜欢看别人家长组 或者那些人 怎样入学校面试心得 这个也是启示到 这一集是我觉得 是由亲子向 杀到一个社会向的一个情况 因为尤其是到后面那边 我们讲一下亲子向的角度 那些家长 其实他怎么选择某家长 其实是有一些原则或者方向的 而这个你会側面地看到 整个香港的教育的趋向变成 这个就很社会性的 可能是很个别的家长的选择 但是如果一堆家长的个别选择 就会形成了一个大的雪崩方向 如果用这个角度去想 所以我们的前撤是这样 再说一个点 就是说跟德元的问题 为什么这么震撼我 最老土的 现在看到很多坊间媒体都在说 有三个字 大家一说出来 就完了 这个故事收工 叫做移民潮 其实连那个声明都有类似的字眼 大家都知道跟德这个地方 还有这个有两个校园 大家就知道是Kent 就是英国南部 另外就是这个Dorset 这个Dorset 也是英国的重要的 著名的南部地区 是不是全部移到英国 今天其实这家学校的名字 叫做Dorsetville 不是 叫做Kentville Kentville 就不在英国 其实就在加拿大 都是一个移民生地 OK 整个故事是不是单纯移民潮 我觉得不是这么简单的 甚至你看到报道也有说到 刚才你也说了 500学生跌到300 你看到这些数字 大跌40% 吓死人 这家学校应该即时倒闭 你看清楚他所有的一些声明 他不是未来三年必然营运的 他还有条件的 如果明年的学生数目不达某个标 我就不做了 他是有这样的 如果明年没有200个家长 继续给我营运 我就不玩了 就是类似这些 你就知道 其实他一直这家学校 有他的舊生 有个报道说 也是幼儿教育界的一个校长 就说 这是一个生了几十年金蛋的我 说这个说法 我都准确到不得了 真的 喂 他还要很威力 他说不用收什么学券 不需要学校什么资助 我们提供一个公平的 的营运 给所有的学生都有机会进来读书 我听到这句话 简直感人费苦 他多少钱学费 冯同学 你有没有留意 整件事很感动 我看回跟得完那间的多少学费 不过我想说 刚才你说的 cash account 是一个很好的 形容了他的东西 其实幼儿园 有多少人进来 多少人走 你就知道 其实那个是每年的学费 你每年做一次收生 然后一做三年 根本上是很稳定的 account 他的学费 上周班幼儿三至四岁是四万六 高班五至六岁也是四万六 差不多分三班 上下周班再加上三级 最多可以有五至六班 五至六班 然后再成为他最新的学生 他的学生人数这么多? 上周班是八百多人 下周班是七百多人 千多人 二千多 三千人 乘回四万多 嗯 挺好啊 这个 简单来说 我现在转一间港铁公司 或者转一间九巴公司 或者香港的发电厂 你是不是都要用电的? 你要我找大钱 就没可能 不过一天有人的存在 我一天有cash 我不应该放的 这只股票 我解释不到为什么我放 我又不是等钱花 你说我突然等钱花 虽然不知道他是不是老板等钱花 但我猜不是 是不是 这里补充 他不是说有三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 校监都年事已高 校长都以界退休年龄 学校里面有三分一的老师 就以界或接近退休年龄 这个数字不是低的 这个也是真的 但他总共学校人数 我没有记错 他的教职员人数 应该是七十几八十人 我看过这些报道说 那其实这个数字 你要找人去折替呢 以他这么大 一间学校 资源这么充足 他说了一句 又是很正的事情 就是他们不需要学校 要一些家长给什么基金 这个也是很经典的 我们多么良心办学 对不对 但是他都可以继续营运 资源 你计算一下 一个幼师 究竟他给多少钱一个月 我不知道这个实数 但以往 譬如我去做幼稚园教育 就是做培训的年代 其实为什么这么多年之 都相对较深的 我都可以说的 就是因为早年我去做这个 就是兼职的时候 我就在想那些幼稚园老师 会不会是很年轻的小妹妹 然后我还在想 我上班的时候 都会 不知道对眼睛会不会小心一点 这句话 这句话说出来 我不知道会不会令到什么 一开始我发觉 原来和我想象有不同 原来有很多是真的很努力的 在行业里面做了很多年 连知好心的一些童工 而大家又记得 有印象当时 幼稚园想做多一点的提升 就叫幼稚园老师 就要读大学 所以我在那时候 就帮忙做这些工作 我就发觉 原来很多幼稚园老师 去到都好心连知的 他都会出去读书 都要进修 我就会想 其实在整个行业里面 当然我都明白 现在总体经营困难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要找回一些有年资 或者有经验 甚至乎 你当没有经验也好 其实你要找人去取代 这三分一的员工 其实我相信不难 我估计不难 我这样想 就是香港 其实大家没有觉得 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我们这个幼稚教育的学位 这几年是激增了很多的 我们刚才说 有讲过主流大学 我们有幼稚教育学位 其实三四间教育学院都有 包括中大、港大和最多就是教育大学的幼稚教育学院 私立学院都是有幼稚教育的 包括明爱和耀宗社区学院 现在改名叫做耀宗幼稚教育学院 直接训练幼稚教育学院 所以如果你刚才说 跟得完那些老师和校长 三分一要离开 哎呀我请不及别人 完全对我来说 这个是废话 你试试看外面 那个行头基本上幼儿教育老师 你还要不是差学校 你是龙头学校 你说我是一间屋邨的幼稚园 请不到人 那你倒闭 OK我明白 你作为一间龙头学校 你在旁边幼稚园都挂到个人回来 怕什么 所以 那个人才问题 我从来不觉得是东西 所以我觉得他真的决定 就是 现在是老板决定倒闭 我要补充一个资料出来 因为我刚刚你说到这件事的时候 我才记起 原来我们数少了一间学校 不止有这么多学校倒闭 有一间我们可能说得 未必是一样的 就譬如华富邨的补血小学 那个就真的因为自然杀校 玫瑰江是刚才说过 跟得完说过 有一间又是位于九龙塘区 我们忘记了 其实大家是暗暗地做了不知道 就是这一间 玫瑞诺修院的小学 即是红尊那间 小学和中学和幼稚园 都是换了 这间学校的办学团体 当然是玫瑞诺修院 当然是教会 你看看 改了名字 玫瑞诺修院学校基金会 由旧生做了一个基金会 去接了sister 现在的修会都不做 是退了学校出来 给这个基金会做了 这件事发生不是在今年的 几年之前发生 但你想想想 九龙塘区 这个是换了学 这样说下去 还有也是 玫瑞诺修院 你也可以说是不够sister 不够神父 虽然我是从来都不明白 美国的玫瑞诺修院 这么大 你多找几个人过来都可以 你不用退 对不对 现在发生了什么事 现在全部是老闆退场 发生了什么事 走资 整班修会 都走不了资 对不对 才做什么 我想有另一种说法 会不会是这几年的教学界的环境 令到教育行业很困难 这里可能彭彤一会出多个图 其实跟了前几年去查的新闻 有一件事我都很印尽深刻的 就是他有个女同工 就在有某些2019的时间 戴了口罩上学 那结果呢 就不知为什么 就成为了一时的这个讨论区的热话 就是会不会有一些国安隐患 当时没有这些字的 但是当时我印象很深刻的 就是那间学校就要做了很多的澄清 就是说 喂 其实我们是怎样怎样爆学原则 怎样一堆这些东西 但是其实我想回头 第一个是幼稚园 这一类的困难 现在应该在柔乱及自由 及轻的时代应该问题不大 这个我想大家都明白的了 另外就是其实这件事之后 我又不太看到他有什么被攻击的 之后再 所以如果有穿坐附会到的地步 是不是跟这些有关呢 我又觉得 是不是都难去这么说 所以唯一一个结论呢 就是我估计了 就是当如果管理层 是他想到这个经营的前景 不是说这一刻 是说前景呢 他看到整片的土壤 已经不是那么 就是他和他自己的认知不同了 于是我的选择呢 就是不如现在邦荣 因为也有一个说法 就是他三年后就六十周年了 既然是这样 不如我们六十周年 搞完台庆就收工了 就是会不会是这种这样的意境难山呢 我觉得这个机会很大 但是问题就来了 究竟是什么令到他们 在一个现在还是很巅峰的 虽然他只有三百学生 下跌了二十个百分之后 对不起 收了四十个百分之后 但是问题就是我们要研究一下 到底为什么 除了移民潮之外 我们今天尝试一下 用多一点的角度 移民潮 所有人都会说 我想我们都要讲一下 究竟这个营运困难 除了移民潮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的面向 我觉得这个角度值得大家去想 其中一个分析呢 就是我会在想到有两个 就是一直在传统的 我们讲的幼稚园的行头里面 有两类学校的 一类就是好像跟德元这类 其实很多人都会说跟德元 是全香港排名头五位的 受欢迎的学校 而有趣的说法就是 不只是说受欢迎 而且是他那个升学 去一些漂亮的学校的比率 是超级高 彭同学刚才在我们 在我们的外面的时候 他用了一个字眼 我就很不喜欢 不过我都要用这个字眼 FIDA School FIDA School FIDA School 即是什么 冬同学你先说一下 FIDA 会议出去的 这个很明显 在外国也好 香港也好也有这样的概念 就是有一些名校 经常你想想 其实我们看到 都是收某一些幼稚园 就是小学就收某些幼稚园 中学就收某一些小学 这个我想说 我应该是大概练半前左右 写了一份报告 帮某一间办学团体 想说要打好自己 那间直支学校的修生基础 就是怕自己 现在世界局势变了 那可不可以收学生收得好些 那时候我写报告 我都是用了这个 term 我跟他说 都是说类似的东西 check 过去十年 我们有哪一间幼稚园 升得最多的学生上来 或者哪十间幼稚园 升得最多 然后将私训和整个协作 摆在那些幼稚园 开始做起 因为就是这班人 我们的FIDER 可能有一半的学生 就在那里来 或者八成的学生 就来自这二十间幼稚园 这个概念是很重要的 而跟得完 是很出名的FIDER School 入得去你就知道去哪一间的了 这个FIDER 和之前 我们稍后可能也会说到 另外的学校 玫瑰岗那些故事 以往FIDER School 很多时候就是 我们叫中小幼 中小幼 中小幼 一路整条一条狼 它是一条这样的线 其实很多 刚才你说的那些教会 的学校 很多都是这个 去到幼稚园 不一定 但是有些很传统的 有些协志 或者是在山上 有个很看着 那些 其实这个传统就是一个很 我们真的好像你刚才说的FIDER School 就是由幼稚园到小学到中学 一路一条龙杀上去的 这个是一个很最传统 最传统 我们讲的一些名校的 一些混作 但是里面还要再细分的 因为里面有些 他会故意不收很多学生的 是一个比较均衡的状态 他就可以在里面选择他自己的客源 提升自己的质素 保护自己的货源 应该这么说的 用这个字很坏 但是也要用 或者生源 不用货这个字 但是问题就是 譬如跟德元这类 有人会用学店 形容他 就是因为他是很大的 是一个词 500人 但是里面可能有 他们看这些报道也这么说的 他们出来的学生 那个八九十分 对不起 八十分很低分 是九十分以上 健健可以 毅毅 不要健健 毅毅都可以上到名校的 比率高 大家就会发觉 这家校很棒了 但是我又问回一个最简单的问题 什么现在的学校 听过这么多集 你都猜到的了 什么现在的学校 真是这么难入的吗 所谓名校 这个是第一件事 这件事情 不需要再有这么漂亮的设计学校 因为外面的道路都很漂亮 对不对 反正那些学校都不强 你中文一进不了 小一进不了 那就是小二去考过 对不对 如果过了小二的英国升学阶段 你分分钟小四进去 还有位置剩 对不对 其实是没有设计的 这个已经 某种程度上 那些学校一定不同了 另外以前我们叫了一些 你喜欢叫他们疯狂的家长 很值得 什么家长都好 你喜欢作他的名字 给他说他什么都好 我有不少朋友 或者很多不同的家长的 报导都是 你都知道的了 很多家长不是读一间幼稚园的 在上下五校都读完 他们读完两个字段 不是因为他们不想照顾小朋友 有两类的 一类就是他确认 确保自己的小朋友 可以进入好的小学 这个是其中一个 但另外有一些 更加有窩心 更加贴心的家长就是 一会我会说到另外一类 现在很流行的学校 就是HAPPY SCHOOL 他发觉小朋友 要背众很辛苦 于是他可能给一些HAPPY SCHOOL 给他做到一个对冲 这里有一个有趣的地方 就是我们看回根德元 你有兴趣大家可以随便上网 有很多这些片 很好看的 就是那些家长 通常他们就是 如果那个小朋友 进入了那家学校之后 他就会拍影片 讲解一下面试状况 不知道大家习惯看这片 很好看的 因为根德元有一个很大的特色 就是他们是一间很传统的学校 他们的题目 基本上是这么多年都差不多的 于是你发觉那些marking scheme 都是很迟的 真的会有这些东西 但是有一件很有趣的 就是这一堆的所谓 刚才说了学店类 这一类 应该是传统名校 根德元 你看到他们面试向的问题 很广东话的 要有很多治理能力的 因为根德元最大的其中一个特色 我理解的就是 他们有很多背众的 很多学习的 很接近你们 怎样可以上到小学的 于是他们说明 在k2就会默书 他们不会只是默书 他们用一个记忆游戏的方法 去处理默书 ok 然后k3就可以写到短句 这些是他们的selling point 整间学校他们的气质 或者特色就是 那些学生出来 一定听到这些说法 学习能力很好的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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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治理能力很高 对啊 我是小学很喜欢啊 又乖 成绩又好啊 这些 我还不是给你做fitter school 对不对 我举个例子 亲子向一点 反正还有时间 可以进入根德元最后的召集 如果你想进入根德元 其中一个 听闻的秘技是什么呢 就是要戒片 如果小朋友还没戒片 你不是 对啊 不是基本的吗 戒了片 你就机会大很多 如果你告诉别人 你晓飞 七角语言 识树琴识 不知道什么都好 你还没戒片 难搞些了 这个就是根德元 那种训练的模式 很重视音乐 譬如你看他的interview 那些片 应该不是现场 当然是家长幅述 待会我又说一下in家长 其实in学生也很有趣的 譬如in学生 他问你一些很简单的问题 但是那些他都会游戏教学问问题 但是他问那些就是拿张卡片给你 然后跟着问你一些东西 其实很传统那种有游戏教学的性质 但是那种对应就不是很现代我们那种游戏式学 那我不讲名字了 但是其他一间我可能有机会 都还讲多一点 就是现在另外一类很热的一些学校 叫Happy School 他们很多就是在海外请了人回来 或者是一套外国教育理念很西化很国际化的 他们的讨论最基本的不同就是在于 他们一开始就未必会问很多那些很确实的问题 第二个就是让你玩 可能有群組的一个 可能两三个小朋友在那里玩 然后看你玩的时候的整个整个 家长的回应其实是看这类的 这两类学校你问我呢 我现在发觉都挺有趣的 我看到很多片子或者认识一些朋友 其实我自己看的都是读了跟德元 收了然后去了Happy School 因为很简单就是 当然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 很多的英文普通话教学 跟德元就是很多 因为你要接驳传统的名校 所以他们的想法很多都是会走去 怎样去背诵、考试那类的模式 对不起我不用考试这个字 也不用功课 因为他们改了 但是你的说法就是他很多很传统 所谓的 连文法都很传统的 但是新的那一派 所谓的国际向的那些 你连讨论整件事是完全不同走向的 他们搞工作纸 整个概念都不同 那于是乎这里 其实一早跟德元 已经跟现在很多新兴的一些很热烈的学校 其实是有一个不同的走向 嗯 如果去到这样的话 其实我真的要问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不如我先去广告 但是回来一定要问一件事 就是 那究竟他倒闭了所谓何事呢 你看到他没有生存压力 跟着他是有挑战 他有生源 在我们的理解就是 我们这些香港打工仔 或者香港老板 捱一捱就过去了 你当时局不好 经济衰退 那不要紧的 你就当杀了其他幼稚园 你死了那间协制刚才的 圣治刚才的其他那些死了 我跟得完 压立在香港六十多年 是不是 我用怕你的 是不是 我的基础是八百人 即五百人收生 而且其实他还是超过 基本上是完全超过了 全世界都上去的那些 那些人要搞人事关系 做很多东西才能进来 所以我根本上的基础就不会差 如果按这个道理 其实我要问一个很根本的问题 就是 所谓何事呢 第二个问题 就是 我收拾了一粒之后 what next 我是不是应该卖盘 还是割和青走呢 不如 广告回来继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好 广告回来继续见尼地 星期日今天谈谈根德元玫瑰岗 接着谈谈其他不同的学校 现在我们看到一些扮学团队拔脚走 即是开始就拔脚走 即是开始就拔脚走 刚才真的面对很多问题 根德元有自己的一些传统化问题 当然他也不会很差 玫瑰岗比起以前所谓Band 1时代 今时今日的玫瑰岗中学 也是成绩比以前 你看到他收了有部分的其他类别的学生 他不是收了那些学生的 你就知道他的学术能力其实弱了些 但也不要紧要 这些简单来说就是我不用死 简单来说我根本就在生存区 现在我们正在问一个非常哲学的问题 即是跟当年的哲学大师 或者是社会学之父 去问的那些问题一样 即是为何人类要自杀 其实现在我们正在问同一个问题 为何学校要自杀呢 而且这间是不用死的 你被人杀我就可以了 为何学校要自杀呢 是的 你出到屠以干呢 我真的没有办法不出手去解释 不好意思 当然这个没有任何触碰到那些粉丝 于是或者我踢球的 我不需要踢到自己的状态不好 我才走下球 我才来场 当然这个是不是一个所谓自杀 我不知道怎么形容这个字了 但是我叫做趁好就收 这个已经是一个我觉得 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状态 尤其是在跟得完这个故事里面 如果我们再想一下他刚才收生的情况 他收生的生源绝对没问题 但是你再看我刚才说的那些片段 或者很多家长我认得 他现在开始要召唤一些叫做第二次 应该是第二次都有的 但是他要开始召唤一些 原本他不是第一手他想要的家长 他们是要安排第二次面 这件事已经对这一类这么高层的学校来说 他不是生存的问题 也不是所谓多了一些东西做 行政功夫多了他不喜欢 是他会预计到 譬如我要一些小朋友 各个政横危险乖乖的 五次同学 一路同学 一路在那里笑 然后跟着被人投诉 即是很流行的 大家是不是 你尽管投诉他 他笑的 即是以往跟得元老出名 就是乖乖的坐在那里 然后跟着 一路在名校圈子里面 成为了一帮很好的一个乖乖的学生 这种状态 刚才说的是一个时代的冲击 譬如有很多的国际向 国际模式的一些很开心的学校 慢慢慢慢就进入了这个市场 也都越来越受欢迎 那以往 刚才我说的故事 就是有些家长 就是他又想快乐 但是问题是其他家长 妈妈就会出声 你不可以太快乐 如果他很快乐 那小朋友上到小学 就很难适应了 于是有些家长 就是我刚才说的故事 就是快乐了 不要紧了 让他多读一格 于是他又要背诵 又有快乐 就会平衡了 其实他没有想过 这样是double的 辛苦了 辛苦了 但是不要管 现在在这样的取向之下 我猜是否大家都走回去 读那些很传统乖乖乖乖乖乖 去读名校 正如刚才和我都说 现在入名校很多路径 而且名校的供应 某程度上的供应是多于供应 人口都已经知道了 好了 我们再想 刚才说过玫瑰江的故事 为什么他们中学没有问题 我们看到在津贴那部分 但是小学营运出了几大的问题 在那个周生那里 你就看到 刚才我说的一些传统一条龙式的模式 如果你不能够做到一个很精英的市场 就是一个很精英的系统 有部分我们看到最高层的学校 他仍然这种一条龙是吃得住的 但是你会看到有些学校 其实是真的没有以前那么好修的 那些学生 你就会面临一个问题 作为一个 譬如根德元这类的学校 就是如果我当时的孩子 或者我的小朋友 出到来 我假设一样 300个人没有变得了 但里面可能我要特别处理的有50个 我又不可以赶他走 那50个 会不会令到我的品牌 有少少瑕疵呢 这个就是一个问题了 那会不会令到有些传统的处理 这个当然我们教学界不应该这么想 但是如果我们说的 我们一向都是处理一些最顶尖的 或者我类别的学生的时候 我突然间要侵一些的 而且数量可能不是我最想要的学生的时候 那当然你有 譬如在津贴学校很多的选择就是 那我不是 逆来信守也好 我继续做下去也好 但是你以前也听过那些学校 它会减班的 以前也试过的 那就是我要保障自己的那个 营运的质素 或者我的教育模式不变 这个也扣着刚才说的那个 三分一的员工 相对联资比较深些 可能他们一直以来的教学模式 整个学习的方向 教学的方向都是很清楚 整个学校都是这样运作的 你要转的时候 就不是转三分一人的 如果你真的要走去另外一些方向 你要转的就是很大工程 要很有魄力 那这个就比刚才我说要转三成的 临界退休年龄的同工 可能你里面要做的一些教师培训 现在看到就是三分一而已 你还有一班是教了好几年 而且校长执手教你 教小朋友就不能够 轻松松开心的 你又要这样 我说教了他十多年在这一行 他突然间又要转向 其实也不容易 这些情况加上 这个就是所谓营运的烦恼 如果你这么说 其实我很深刻印象 因为我现在帮手有一些学校 以前是那些 Band 2 头 Band 1 尾 那些 跟着因为 自从我们收生人数 越来越紧绝 因为全香港出生人数 越来越少 我看到这些学校 开始收一些 可能中一入学成绩 比较低的学生 那老师是很吃力的 我明明 我点两句你就明白了 现在我说了几十万句 你都不懂的 而且老师自己都习惯不到 那算了 如果是津贴学校 或者有收会背景 那些 那你份量都照出 你虽然入大学的比例是低了很多 但是你份工是没事的 那老师就是用四至五年做这个过渡期 然后慢慢去到这个位置上 但是刚才你说的 其实我们错了一个很大的点 就是有些老师 有些学校 甚至乎可以很简单地说 有些校董会 作为有些老闆 他可以选不上班 现在不是员工选不上班 就是老闆说 我不转了 不如不上班 现在的情况就是 根德元作为一间地皮 是他的校舍 是他的一间学校 我就跟你说 玩完 不玩 然后玫瑰缸中学 他有个复杂些些的 他就是决定 我整件事处在一起 给杜尔顿了 上次有人跟我说过 我读错了名字 他不是叫Delta 他叫Dorton Dorton 你搞定了他 我其他就不管了 整班一起给你 那你就自己处理了他 但是我呢 继续收回租 我觉得杜明会 其实杜明会的做法 虽然下面有些人说 这样好像很无良 不可以说他无良 但是你知道他有一件事是做了 他外判了 我照样收回租 我营运到我教会 他继续有回小教堂给我 做到黎撒 做到收会 但是我决定不玩了 很复杂的事情 我觉得有点烦 我收钱就算了 其实现在我们是否可能 会有机会看到这些人 因为自己占有地皮的学校 其实香港是很多 大家不要忘记 就是香港教会 当时来到的时候 就是香港政府想和教会说 政府不想负担那么多教学开支 因为伦敦就没什么给钱 香港这个殖民地的 不如这样吧 我批贷地给你 然后你自己给钱去校舍 然后你就做收会学校 所以如果你这样说 我们有很多地主学校 你数一数 尤其是我们在九龙区的 这个界限街以北的 其实是大量这些这样的 或者大界限 其实港岛以北已经很多了 大家忘记了 以前殖民政府是很穷的 是要靠你收会泵水的 那我们是不是有机会面对 一个大型的 可不可以叫割和青潮呢? 我觉得这个说法 我只能够说是一种 比较微的可能性 因为当有这种 不要去到潮 你多两三间出来 就一定有手出来干预的 这个我又觉得 又不需要过分担心 各位行家尤其是 不用过分担心 但是有一件事 我想大家都要预计 或者大家都要想的 就是这次这两间学校最少 华富邨那个就不用说 因为华富邨那个是一个特殊地运问题 要找那些风水师傅看的 因为他本身 华富邨要改建 各样东西 就令到他那里是一个很特殊的存在 那么这两间学校的其中一个很大的特色 就是你会发觉他那个公布出来 这个信息其实是有些市场上面的混乱 甚至是校内都引起一些回响的 尤其是在玫瑰江那里 你会发觉有一些很有趣的一些回应 就是校长又会用学校的信指名义 出了一些通告出来 然后转头又删除了 譬如今次跟得完这件事也是 好像说是按错键 然后将一个原本的教师培训日 才公布的消息 给了出来 那我想 那行家不用太担心的 即使有刚才冯同学说的这些情况 不可以排除有这个可能性 但是如果经过一次半次之后 大家都应该处理了校内的持份者意见才挂 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又不注意按错键 又或者是内部的咨询不完整 但是事实上在这里就牵涉到一个更复杂的问题 今天我们未必讲得太多了 就是当如果真的出现 我们原本很多人都预计那种宿班杀校 宿班朝出现问题的时候 大家就一定会想就是那些老师 不好意思我一定是老师向想的 这个问题就是哪些老师要就哪些老师要留 是计言之还是计什么 这些其实家学校已经 之前做了一些沙盘推演的 应该如果未做的那些 大家尽快要想 但是刚才说的是整间学校 我一次过不做了 整间学校宣布放弃 当然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想想 那块地皮之后 譬如好像现在转给杜尔顿 那也算是有一个归宿 其实没有的 杜尔顿行国际课程 就是玫瑰江老师 你不是那么多可以转到国际课程 就是GCSE教NCS那些不算 但是不是那个可以的 我先说土地有归宿 我先说土地有归宿 教会有归宿 那圣像就放在这里 土地有归宿 土地有归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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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可能可以转转到其他学校 但是我估计 类似这些 譬如可能是整家学校 如果真的去到特殊要结业 这样的情况的时候 当然我不期望有一个潮的出现 因为其实你怎么说呢 除非有一些更加严重的问题 否则现在譬如跟德元 那你三百角山流出市面 那也救回很多学校的可能 希望说他 但是这些情况 譬如是 但是地有归宿 我们要看看跟德元之后 那个地平会做什么 这个我本身没有做这个研究 我不知道 是不是老板 我跟德元的地平 我听回一些现在媒体公布 所有东西都是老板的 其实有些真的有归宿的 譬如刚才之前说的那间 马利诺修院就有归宿了 是修会退场的旧生会 搞了个马利诺学校基金 然后吃了校长 吃了老师 只是坐那六个人在委员会 就是那个校董会 其实这件事就是顺利过渡 可以说 所以马利诺没有上到新闻的 但是刚才你说的地皮 有个问题 我们都不是没有发生过 有很多学校 我整个地拿来建楼 现在陈树渠有机会拿来建楼 还是已经是否铁定建楼 有一些就是你很熟悉的那些 都建楼了 是吧 是 那些旧私下 那些是另外 那个旧一批 跟现在的社会状况有些不同 但是譬如 我想我们要多些观察 当然我从一个行业的向导去看 譬如之前富人小学 都有很多挣扎 那其实我 为什么我觉得这次跟得完这件事呢 是在我的想象的范围 虽然是以来 但是都是有点震撼不到我 就是我预计很多在教育界行业里面 看到这些情况 应该有些挣扎的 就是譬如以往某些 就是多的教育的行家 会进入的一些工会里面 如果存在的话 应该会多些声音 但是我觉得这次那个声音 其实基本上 不是在业界里面发出的 基本上是一个社会 很多都是一些名人校友说的 然后我看到很多就是 哪些明星的子女在那里读书的 然后就访问他们 究竟的经验就是怎么样 等等 不论是玫瑰缸 或者是说现在跟得完也是 其实好像很离身的 整件事和大家好像没有关系 没有人问学生 我明白的 就是今次今日现在问学生 还有跟得完这么小 我问他做什么 但是 家长有部分会问 但是我们看到不多 校友有部分问 在玫瑰缸事件里面 但是我们看到 整个行业里面 大家好像没有什么声音 我估计 我完全回答你的答案 刚才你说教育界没有工会 有的 我们有工会 当这个邪恶的 就是你们这些 教协团体 And Zibo的朋友 对不对 离开了这个市场之后 我们又乱及自由 又自及卿 搞了一个 我忘记了个叫什么 总之一个教师工会 出来 总工会 好像叫做总工会 不是啊 总之搞了一堂东西 但是得了一个结论 就是他搞了辛辛苦苦 把你这个教协 几万人的团体铲走了 他现在的业绩 好像听闻公布只有200人 只有200个工会会员 你一个200人的工会 你一个200人的工会 你基本上这个工会 比巴士工会还小 说什么 不好意思 有很多旧朋友都在那里做 都是一个good start 但是我觉得那样东西 整个行业 大家是 我不知道大家是很 什么状态 这个心情 尤其是幼教行业 是一个很特殊的行业 因为他那个行工量值 又和中小学一个比较有规范的制度 又有点不同 所以跟得完这个故事 我不知道其他的老师 尤其是你看到他那些声明 究竟明年是不是还办学 到最后哪些人 可以留到尾拉闸那一刻 还是老板很好 留了所有员工 还是那些员工自己会跳槽走路 如何不知道 这个真是不懂得回答你 但是其实类似这些这样的震荡 你看到跟得完作为一个这么大的办学的机构 虽然只有几十个员工 但是他这几十个员工里面 譬如他照顾小孩照顾得很开心的 小孩本身都会有识细感在那里 这些问题其实就没有人想到那么远的了 我现在看到市面上大家的问法很少说到那么远的 大家都主要是说很远的 就是感觉有点像什么呢 是一间老牌食店的结束 大家差在尾去他门口 就打个卡 和叫碗鱼蛋粉 叫碗豆腐花吃一下 就是没有过打卡潮 我觉得是差这一步 实际上是跟一个普通的一间商业机构 就是倒闭 你刚才用了倒闭这个字 没什么分别 但是我们当然看上去就是很有感受 就是原来一个行业的龙头可以这样 就是在我觉得压力不明显的情况下突然间 原来拣走了 然后没什么人做一些很深入的分析 大家纯粹想到移民潮 人口出生下降 那就完了 那就麻烦了 最大那间 那几间 其中一间都可以这样的时候 大家不是更加害怕的吗 这件事 但是我觉得大家可能不知道 我这个反而我想不到什么原因 有个原因的 教师其实大家都找了这几年就走了 我这个我自己心底是懂这一句而已 一个原因是因为我想了很久 就是以前很多教师是想着中老的职业 就是一世教书的了 因为都是挺稳定的 而且那个知识是可以积累上去 但我真的越识越多人 很多人都跟我说 因为大家真的做教师培训没有忌耐 他真的跟我说 喂 长远那些班级经营那些 不要想了 因为我要即食的 是的 他说我很搞笑 那次去到想着跟大家说 其实我看到哪个老师和校长 出来做班级经营都不错 有些新的机会 他现在是一个挺不错的校长 接着那个老师私底下 都是在喝东西的时候 跟我说 哎 说什么班级经营 我自己的人生经营 都不会讲那么久了 我要讲一些即食的 你要讲 我现在这班 还有三年就毕业 他毕业就我退休了 虽然我退休是三十多四十岁 我就离开这一行 很多人都大家预了走 其实我怀疑 又教老师为什么没有震荡 大家都想定 赚了差不多 你又不会赚到底的 这个我之后要找一集 是要和周sir去分析一下 赚到底的风险很高的 即是你赚到底有什么事 你的退休金就一泡就没有了 我们现在玩那个游戏 这真的要说 我们有一个区域的 因为你一定是 你随着你年资越大 你积落的黑材料会越多 你去到某个位置 你爆煲 就所有东西就会 一次退休没有了 所以你现在的optimal position 就是你要赚到某几年 差不多了 是时候就割和青了 就是老师有割和青潮的 那现在我们都 很多老师有这样的心态 所以不用担心 周sir 业界很开心的 这些位置 好看得化 好看化了 是不是 我有个比喻 不过留下一次说 我有个游戏节目比喻 这件事是 我自己都是这样的心态 但我都要补充多一件事 真的是百万富庸 不是的 类似的 但不是的 但是我猜的情况是 你刚才在说 为什么一整集 你都在问老师 为什么会不做 那你又再尝试一下 从一个办学者的角度去想 因为香港很重视 我们又要找一天去谈办学团体 不过这个是更大的 更大严重的事情 可以说是 看我们这么多胆说 你知道可能引发了很多连锁的事情 但是譬如办学团体 现在他这个情况转身 包括你刚才说的陈树渠 那一类 其实转身很容易 因为一放置 随时拉门 然后接着 很容易猜到 譬如他会找什么人做校长 会不会有接班梯队 其实 如果你现在要入行的人 其实你都要看看这些东西 某程度上 我们有些所谓的 结业学校的 即是有些校长 专做倒门的那几间 这些我们私底下先说 不要太大声 有些学校 校长是帮手散荡的 有几个我们都会认识的 对不对 请他出生来帮手散荡 但是我估计一个情况就是 你刚才说的潮这个字 其实就是因为这些 他真的实力有一定的 也是通在起时 到最后挂麦了 不玩了这个游戏 因为他们小一点 或者私营的程度高一点 他就转身快一点 我交给你就完 但其实其他学校 因为香港很多 尤其是中小学 很多都是津贴学校 如果我们要做一些预计 从今次的路径去看 死了 说完这句 不得罪人 就是你会发觉 他那个 刚才我说的一条龙式 但是他又未必 不说了 再说就得罪人多了 也要说一句 如果一条龙式里面 你会发觉 他的龙有点崩崩的那些学校 他就会有这样的压力 我本身是 有些 又中小又齐晨的 那你发觉 一条龙崩崩的 就随便缺门一个 就立刻全部倒閉了 那你见到 其实 你看回玫瑰缸已经是 其实玫瑰缸的缺门 不是缺在中学上的 幼稚园真的 的确是收生不足的 小学都开始出现收生困难的 那中学即使是OK的 那我们不如一次过 一批三个打包出售 是不是 那你打包出售方便 其实玫瑰缸算是好 算是好的了 玫瑰缸 他是摆明死了三分之二 才打包出售 有些可能就是幼稚园 落小学落 就已经整个打包走了 可能幼稚园还是很厉害的 那我就不送他给我的小学 送他到隔壁小学 小学完全不够人 接着中学那些又要混乱收生 接着所有东西又要转 那不如走吧 但其实说完这一句 就真的要收 因为我觉得最后 我怕大家真的会得罪人 其实大家没有想过一个 很简单的倒闭方法 其实是可以借私还云的 我整个办学团体倒闭就行了 多大的办学团体 我涉人进去就解决了 是不是不要说了 你一拍 开始就会牵涉到 就不是那些家族基金了 那就是有字头的那些 你知道吗 哈哈哈哈 等等 哎 那些倒闭 你完全是看都看不到 你看不出它倒闭 我觉得这些才很好 哈哈哈哈 他那个字不是叫倒闭 他叫做逆主 说话好听 逆主 不要叫倒闭 他很容易逆主 他用回那个上市编号 用回那个上市名称 但是中间就是逆主 你用那些死人沈木暉的词 就叫奪舍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不要再说 再说我们真的得罪太多人 是啊 再说就很多 再说很多业界黑幕 就变成了 我们就变成了教育界黑店的Facebook 这样 哈哈 我们保持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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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最后一句 让我先包个底子 让我心定些 跟得完这件事 有三百个人 留出来市面 大家有三百个客人 是好客人 很大机会 大家多些照顾这班小朋友 是很重要的 OK 哎呀 糟了 我记得我上一次说玫瑰缸 都有一样东西 是后面有些留言的网友 我们经常说这些东西 都只是在教师和学校的立场 去说这些问题 我们忘了说学生的角度 但学生的角度 一句就行了 学生没有说 sorry 就是你们 你不要 说完了 在刚才过去 有买 有买 倒闭 学生和家长 是依然没有说 一个话事权都没有 你唯一的说法 就是你走还是不走 还是留下的 就是去哪些学校 去哪些地方 所以我也要解答那些网友话题 大家就是不好意思了 好 今集时间差不多 比我们遇上都长很多 原来香港业界真的有很多问题 好 下次回到来 其实星期一就已经有了 有坚尼地政经的一至五正常版 就是我们说回时事 星期日的 继续有和大家做这些子女教育的问题 回到来 坚尼地继续 香港人还可以在哪里看到新闻呢 眼见记者的流失 编制的减少 资深记者的离职 令到新闻资讯开始少了 即使留得低的资深记者 分析完单新闻 播出街的时候 又怕又怕 所以在这里 我愿请大家支持我们 坚尼地球的制作团队 简单透过一个like 和subscribe 就可以知道最新的动向和资讯 如果大家行有余力的朋友 也可以加入我们的YouTube频道 去收听我们的深度分析和专访 谢谢大家